我女儿16岁那年 怀了粉毛混混的孩子 我拉她去堕胎 她却一刀捅进我的心脏 又一时 我拽钱把女儿送进国外的大学 结果女儿又跟一个绿毛混混好上了 为了生下绿毛混混的孩子 她不惜从大学退学 生下孩子后 她从我卡上偷走了我的一百多万 又把我推下高楼 我以为我女儿是人渣 是顶级恋爱脑 可重生三次 我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下面正文开始了 我重生了 重生到了1990年的冬天 是个女孩 母女平安 护士的声音从我耳边传来 我老公激动地从护士手里接过女儿 嘴巴里倒了耳根 看啊小婷 咱生的是个女儿 多可爱啊 你肯定能把她培养成一个出色的孩子 可我却笑不出来 因为我知道 这个孩子会害死我 害死全家 这是我第三次重生了 前两世 我都死在了女儿手上 我砸几百万公她出国学音乐 到头来她指责我控制欲强 还把我推下高楼 我意识到了 女儿是天生坏种 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而我老公呢 她嘴上说着爱孩子 实际上没为养孩子出过一分力 女儿长大成人渣 她反过来指责我不配当母亲 她们父女像是吸血鬼 榨干了我身上每一寸血肉 看着我老公笑咪咪的脸 我冷笑道 有你培养咱们女儿 她一定会非常优秀 女儿是坏种 她这个当爸的 别想扯开责任 这一事 就算再次被女儿杀死 我也要拉上她一起 上一刻 我还躺在医院床上 我妈妈她擦窗户 没站稳 突然就掉下去了 我女儿贝贝对着医生 哭得梨花带雨 可没人知道 是她把我推下的楼 医生 我妈还有救吗 我还有孩子要养 实在没钱了 我躺在那里 浑身的疼痛肆虐着我 心里更是冷得发颤 她卷走我一百多万 怎么会没钱 病人这个情况 肯定要动手术 家属先准备好钱 不至于没救 贝贝冷漠道 医生 把管吧 患者的情况还不至于 如果手术成功的话 病人还 可我真的没钱了 我就不聊我妈呀 贝贝坐在地上 大声哭号着 恨不能让整个医院 都听到她的声音 妈 我对不起你呀 女儿没用 女儿不笑 你不要怪我呀 说着还做事 扇了自己几个巴掌 全医院的医生和病人 都用同情的目光看向她 我老公真是姗姗赶来 她长叹口气 安慰着贝贝道 贝贝 你别伤心了 都是你妈命不好 怪她自己没服气 最终 医生撤掉了我身上的管子 剧烈的疼痛袭来 我的意识渐模糊 眼前一片漆黑 我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是贝贝对我的耳语 妈 这是你的报应 你欠我的 贝贝说 我欠她的 可我想不明白 我尽心尽力抚养她 到底有哪点对不起她 第一是 1990年的那个冬天 真的豪冷 外面雪下了很厚 但我却感到很温暖 贝贝出生了 我和尹萍努力了三年 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难产 折腾了一天一夜 为了生下孩子 医生给我侧切了一刀 留下了很长的刀口 可当我看到女儿的那一刻 一切痛苦都烟消云散了 她小小的一只 软软糯糯的 在我怀里瞬息着乳汁 我心里就在想 我要把最好的一切 都给这个孩子 可是我后来发现 女儿总是很饿 我给女儿喂奶的时候 她虽然没有牙齿 但小嘴总是很有力量 每次吃奶 都弄得我满眼含泪 每次她都吃得特别急 乳汁稍不能满足 她就嚎啕大哭 哭得满脸通红 上气不接下气 我的奶水不稳 时多时少 她还不肯喝奶粉 于是她几乎24小时 不停地哭 即便睡着了 睡不到一个小时就醒 继续哭 我被折磨的精神几乎崩溃 我老公是开大货车的 我怕打扰她休息 每次都是去客厅喂奶 胸部胀痛地要命 也只能自己一个人小声哭 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她开心激动 可真当她被孩子 吵得睡不好的时候 她又大骂我 为什么哄不好孩子 你看看 谁家孩子像你孩子这么哭 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 连个孩子都哄不了 她嘴上说得轻松 但自己一次也没哄过 熬到孩子大一点了 她开始跟孩子扮演慈父 我怕贝贝挖牙 不让她吃冰棍 她拉着贝贝说 妈妈真坏 妈妈不好 都不给贝贝吃冰棍 贝贝也有样学样 我不让她吃零食 她就和爸爸还有奶奶告状 说我掐她 打她 还不给她饭吃 最开始 我只当她是小孩子乱说 没怎么在意 可之后她变本加厉 稍微不顺她心意 她就到处跟人说我虐待她 她三岁的时候 我把她送到了 我们厂子的家属去托儿所 我本以为 上了学她能改改毛病 谁知她依旧我行我素 她在学校和好朋友宁宁抢玩具 老师只是批评了她几句 她就开始造谣说 老师摸她 我不知道她从哪学来这个词 好在托儿所里 全部老师是女老师 否则就说不清了 我揭穿了她的谎言 她哭着说要打死老师 后来 女儿看别的小朋友会弹钢琴 她说她也想弹 我说钢琴太贵了 妈妈买不起 我和我老公每月工资加一起 只有100多块钱 买钢琴对我们来说 是比天文数字 更不用说之后学琴的费用 她每天哭闹着要买 我经不起她的软磨硬泡 最后还是省吃俭用 掏空家里积蓄 给她买了一台 可她上了几次钢琴课 就死活不再去了 琴也不弹了 我好言劝了几次 根本没用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 钢琴被砸烂了 不仅是钢琴 整个屋子都被翻得底朝天 我以为是进了小偷 还报了警 经过警察调查才发现 根本没有人来我家 一切是女儿自导自演 就是为了不弹钢琴 发现这一切后 我想给女儿点惩罚 但是下不去手 我批评了她几句 她就不惜闹绝食来抗议 我心一软 哄得女儿把饭吃了 自此以后 女儿愈发肆无忌惮 女儿哪受过这种委屈 她从柜子里拿100块钱 转身摔门而去 我想追出去 她还小 如果遇到坏人 这辈子就毁了 我老公拉着我 不让我追 她道 别管她 她愿意走就走 钱用没了 自己就回来了 可没想到 女儿一走就是一整年 女儿走了 我心都要碎了 天天一泪洗面 再次见到贝贝的时候 她肚子已经大了 身后还跟着个粉毛男 粉毛男一看 就是街头混混 她把发胶喷了满头 头发竖得像做小山 远看就是一粉色大猩猩 见贝贝这副样子 我老公气得砸桌子 我也坐在一旁不停地哭 我拉着她去堕胎 她就一把甩开我 你们都不爱我 我生个孩子来爱我不行吗 我这些年为她操碎了心 怎么会不爱她呢 她从厨房拿了把水果刀对着我 再拉我 我就把你们都杀了 女儿拿走两千块钱后 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老公在阳台上抽了烟 指着我鼻子骂 你是怎么养女儿的 把女儿养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也在跪难自己 贝贝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的样子 趁贝贝没有走远 我追了出去 贝贝和粉毛正在外面等车 我拉起她就往家走 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让她再离开 可没想到贝贝长大了 力气大得很 我使得全身的劲也拉不动她 还被她推倒在地上 我常年在工厂上班 腰上本就有伤 这一下子让原本的就伤复发了 我疼得字牙咧嘴 看着我痛苦的表情 女儿道 装 再装 女儿冷漠地看着我 像极了陌生人 贝贝 跟妈走吧 听妈的话 这孩子不能生 生了你这辈子就毁了 贝贝哭着道 我这辈子早就毁了 你现在才知道吗 都是你的错 我也哭了 我拉着她道 是妈妈的错 你怪我吧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 妈妈好想你啊 跟妈妈回去吧 一切都能挽回 贝贝大叫着 用手捂住耳朵 晚了 全都晚了 早就挽回不了 我用力拉住贝贝的手 这次说什么 我也要把她带回家 贝贝嚎叫着 你松手 我为什么要罪你回去 让你杀我的孩子吗 就在这时 一把尖利的刀 就刺向我的心脏 我低头依着 自己的胸膛冒着鼓鼓鲜血 贝贝正拿看那把家里 拿出来的水果刀 她明天表情地道 我说了 就因为我没供她学音乐 就因力我让她打到孩子 剧痛中 我看见贝贝拉看粉毛猩猩的手 头也不回地走了 很快 我失去了知觉 在醒来的时候 我又回到了1990年的寒冷冬天 又回到了那个医院 90年的那个冬天 真的很冷 刀插入身体 冰凉刺痛的感觉仿佛还在 但比之更凉的是心 把刀插入我心脏的 是我养育多年的女儿 我不明白为什么 就算养的是一只狗 养十几年也养熟了 为什么贝贝总是那么冷漠 像一块石头一样 我对她还不够好吗 家里虽然没多少钱 但所有好东西都是她的 她说她要吃草莓 就算外面冰天雪地 我也会去一家一家地找 哪怕钱包里只剩几块钱 我也会买最好的给她吃 贝贝小时候 总是害怕有妖怪 不敢自己一个人睡 我总是陪着她睡 哪怕陪她睡 让我自己彻夜难眠 这还不够好吗 是对她太好了吧 让她误以为她是世界的中心 别人都要围着她转 让她误以为她 可以随意作践我对她的爱 这一世不一样了 我准备对她严加管教 上一世 女儿不爱吃饭 全家人跟在女儿后面喂饭 这一世 不吃是吧 我当着她的面 把碗里的饭都倒了 爱吃不吃 不吃就饿着 女儿哭着说 爸爸 妈妈不给我吃东西 还打我 女儿又开始诬告了 我低声问女儿 贝贝 妈妈刚才是怎么打你的 女儿伸出小手 贴在脸上示意 就是这样的 哦 是吗 我抬手冲女儿的脸 啪就是一巴掌 女儿的脸 瞬间浮起一层红 我严厉毙道 这叫打 女儿大哭 我吼道 我刚才是这么打你的吗 告诉爸爸 刚才妈妈是不是这么打你的 女儿哭着摇头说 不是 不是 那你为什么要说 妈妈是这么打你的 你为什么要撒谎 女儿哭着不说话 我老公上前拦我 你这是干什么 她还小 我知道她还小 所以我在帮她认清什么事 打省了她以后出去乱说 我老公蹲下身 用手背给贝贝擦眼泪 都是妈妈坏 妈妈不好 不哭了好不好 一听这话 我火气就上来了 她总在孩子耳边灌输着 都是妈妈不好 妈妈不对这样的话 我教育孩子的时候 她指责我太严厉 可当贝贝真的学坏了之后 她又跳出来说是我把孩子灌坏的 我压着火道 以后我管孩子 你别拦着 否则以后孩子学坏了 都是你的错 我老公道 你一天天跟吃的枪药一样 贝贝这么乖 怎么可能变坏 你这么凶 不怕孩子将来把你氧气管拔了 没想到 这一事还真被她说中了 这件事以后 我老公彻底不管女儿了 美其名目 不打扰我教育孩子 我一让她教孩子 她挂在嘴上话就是 我一管孩子你就生气 我怎么敢管 没办法 我只能辞去了工作 专心在家教贝贝 上了初中 她经常逃课 去跟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鬼混 每每都是老师打电话给我 我才知道 她把头发染成黄色的 剪了个沙马特造型 刘海长得能遮住半边脸 我说了她几句 她就对我破口大骂 没有丝毫尊重 为着贝贝教育的事 我老公和婆婆都在指责我 说我把她宠坏了 我自己也意识到 从小的教惯 使我女儿变得骄横 但现在击中难返 再想教育女儿 她也不听了 她不知道上网看了什么 天天把活着没意思挂在嘴边 只要我说话的语气稍微不好 她就拿刀抵着自己的脖子 我吓得魂都丢了 赶紧哄着她 为了防止她自杀 她想做什么我都依着她 初中毕业 她的成绩没高中要她 我想找关系 送她去个好中专 让她踏踏实实学门技术 虽然中专已经不高分配了 但有门技术 总归饿不死 她死活不去 她在家无事可做 每天要不就在家看电视 要不就在外面泡网吧 那是正式选秀节目 大火的时候的时候 她哭喊着要学音乐 学音乐是比不小的开销 这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 简直是天方夜谈 况且钢琴她早早就放弃了 也没其他特长 这条路根本走不下去 我只能好生好气的跟她谈 她在家里大闹一通 过碗瓢盆砸了一地 她哭着说 我怎么有你这种没用的吗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的钢琴早坚持学下来了 琴是她砸的 说不练的也是她 最后却全在我身上 那次我少有的骂了她 我买了把戒齿 只要确定贝贝在撒谎 我就用戒齿打她的手心 反复几次后 她撒谎的情况好了很多 她看向我 眼神常常充满胆怯和恐惧 我每每要心软的时候 都会想起 前世扎进胸膛的那把刀 但我那时还不知道 她只是怕了 不是改了 托儿所的老师批评她 她吓到了 大哭着承认自己是撒谎 在这之后 贝贝爱撒谎的毛病 比之前好多了 辞职之后 我每个月就靠老公开大货车 这点微薄的钱活着 我老公一个月就给我30块钱 我又要负责家里的吃喝 又要负责贝贝的教育 根本不够 我一向饮瓶要钱 她就给我白脸色 我挣钱容易吗 你钱都花哪了 不知道省着点吗 我活得比上辈子更憋屈 可是没办法 我担心我如果出去工作 贝贝会再次变坏 贝贝钱是的话我还记着 我有时也在想 如果我足够有钱 能给贝贝提供更好的条件 让她学艺术 会不会贝贝就不会被这个粉毛猩猩带坏 贝贝上小学后 我开始琢磨赚钱 现在是90年代 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时候 我拿出了家里的积蓄 租下一个店铺 又向亲戚借了点钱 让我老公从广州低价 进了一批衣服回来 没想到 这批货卖得出奇的好 我小赚了一笔 我拿这笔钱给女儿买的钢琴 从那开始 我一边经营着服装店 一边供着女儿学琴 女儿上小学的时候 家里的钢琴又被她砸了 我狠狠打了她一顿 之后我又买了一台钢琴 我做生意赚钱了 准备跟她耗下去 她在砸 我再买 我每天拿着棍子 站在她后面监督着她练 一天必须练够四小时 既然说好了要练 就算不想练 也得练 每次上钢琴课 她都大哭着说不去 每次都被我连踢带打的 拖去钢琴班 前世 她怪我没钱没让她学音乐 这一事 我成全你 不得不说 贝贝在钢琴方面 确实有天赋 才刚上小学 就已经获了好多奖项 前世任由她放弃钢琴 确实辜负了她的才华 当家长的 该严厉的时候 还是得严厉 只是苦了我自己 既要做生意 又要管她 每天睡不到四个小时 明明还不到四十岁 却老得像六十几岁一样 等我好不容易 把她送进了腹中 她又嚷嚷不想学琴 她不知道 又从哪交了些 不三不四的朋友 天天和他们混在一起 老师向我反映 贝贝在学校打同学 搞校园霸凌 我批评她 她又开始拿刀抵着脖子 说自己不想活了 眼见她又要变成前世的样子 我一怒之下 把她送去了英国 我卖了家里的店铺 跟着她去了英国 花钱把她送进了 一所不错的私立艺术高中 我租了房子 跟着她全程陪读 天天盯着她练琴 功夫不负苦心人 我终于把她送进了 英国一所知名的艺术学院 上了大学后 我管不了她了 她彻底放飞自我 我又重新回国做生意 现在生意不比以前 难做得很 我把之前的积蓄全用上了 可怜本钱都没收回来 我告诉贝贝 家里现在经济困难 能省则省 可她却三天两头找我要钱 每个月都要打七八次生活费 一个月就要花掉好几万 我提醒了她几句 她就开始经常不接我电话了 到后来 直接屏蔽了我的手机号 我再次和她失去了联系 我偷翻她的社交账号 她谈了个华裔小青年 绿毛的 乐队的 我气得直接断了她生活费 没了生活费 她坐不住了 飞回国内找我 等见了她才发现 她的肚子又大了 贝贝拉着我 妈 我想结婚 我想把孩子生下来 我焦急问道 那你学业怎么办 贝贝沉默了半天 念如这道 我退学了 我五雷轰顶 我为了她上学花了那么多钱 投了那么多精力 她说退学就退学了 甚至没跟我们商量 她会对我和孩子好的 我老公站在一旁 恼怒地对我说 你说你来教育女儿 不让我插手 你看看女儿被你教成什么样了 我女儿也跟着道 我本来就不想学音乐 不想练琴 全都是你逼我的 我一点也不喜欢 你根本没问过我愿不愿意 听到他们这话 我心也凉透了 我就不该管她 就应该让她像烂泥一样活着 上一世 我就是因为想带她去打胎 才被她杀死 这一世我学聪明了 我对贝贝道 你去吧 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你是成年人了 今后你做什么都跟我没关系 一年以后 她带着孩子哭着回国 绿毛是个家暴男 根本没想对孩子负责 不但不养他 还动手打他 他跪下来求我 说他错了 求我收留他和孩子 我知道 他不是觉得自己错了 他只是没钱了 我连打带踢 把他丢出了家门 我老公看不下去了 骂我对他太凶了 我把贝贝轰出去后 他背着我把贝贝和孩子接回来家 贝贝轻易地凑到他爸身边 爸 我就知道只有你对我好 孩子在屋里挖大哭 我老公和贝贝没有一个管的 最后 还是我看孩子可怜 为了孩子一口奶粉 到头来 孩子还是我养 我一边忙着外面店铺的生意 一边管着贝贝的孩子 不久就病了 等我出院后 我发现我银行卡上的余额 从原先的一百多万变成了零 我立马明白了怎么回事 我连忙赶回家质问贝贝 我让他还钱 他不还 他抱着孩子站在窗台边 威胁我要跳下去 贝贝道 徐小婷 这都是你欠我的 要不是你逼我练琴 控制我的人生 我会变成现在的样子吗 你的钱本来也是我的 你再逼我还钱 我就跳下去 我走到窗边看着他 冷漠道 跳吧 我说了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不拦你 他突然哭了 我就知道你根本不爱我 他的眼神一下子变得很利起来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一起死吧 我突然意识到他想做什么 可还没等我躲开 贝贝就抱着孩子朝我冲过来 我站得离窗边太近了 窗边只有一个低矮的栏杆 我努力想抓住栏杆 却抓了个空 就这样 我从窗台上掉了下去 最终他让医生放弃 给我做手术 我在痛苦中结束第二次 再次醒来 又是1990年的冬 我颤抖着结果墙包里的孩子 我想不明白 我对他掏心掏肺 他却那么恨我 恨到想让我死 到底为什么 小婷 你看咱们女儿多可爱啊 我一抬头 看到我老公那张笑脸 我想起了他坐在那里 高高在上的指责我 女儿怎么被你养成 现在这个样子 想起了他装老好人 把贝贝接回家 我是个失败的母亲 我教不好女儿 可他这个当父亲的呢 从小到大 他管过女儿几天 他有真正教育过贝贝 照顾过贝贝吗 凭什么我累死累活 他可以眉眉隐身 凭什么他一点没付出 却来指责着我的失败 凭什么我被女儿折磨 他却能活得美滋滋 想到这里 我忍不住抬手 给了我老公一巴掌 我老公猛了 小婷 你怎么了 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吗 这话让他问的 哪个刚生完孩子的女人身体能舒服 看我打我老公 我婆婆也激动的站起身 大声问道 你这是干什么 怎么平白无故打人 我镇静的说 尹萍 我问你 我刚才生产的时候 你去哪了 是不是去喝酒了 我老公念如这道 你怎么知道的 这件事我本来不知道 还是前世 孩子大了之后 我老公跟别的哥们吹嘘的时候 我才听见 他骄傲的说 我媳妇生孩子 生了半天生不出来 我可等不起他 我跑去外面跟哥们喝酒 等我睡了一觉醒来 孩子就生了 他不知道 在他跟哥们喝酒聊天的时候 我难产 差点把命搭在里面 我老公说 那你让我在外面干什么吗 我呆着没意思 还不能喝酒了 你就不能替我想想 我生孩子累死累活 还要替你着想 我婆婆也道 你为这个事情把人可得不对了 她一个大男人 女人生孩子 她能帮上什么忙啊 就是这个逻辑 生孩子帮不上 养孩子也帮不上忙 永远都只有我一个人在忙 我婆婆继续道 知道你生孩子难受 哪个女人不是这么过来的 就你不行 总不能你难受 也让我儿子跟你一起不痛快吧 我冷笑着道 为什么不能 以后只要我不痛快 她也别想痛快 半夜 贝贝又醒了 为了奶 还是哭 没办法 我只能起来抱着她走动 本来产后就没恢复 还要抱着孩子 年纪轻轻就落下了毛病 年龄再大一点后 稍微用力就腰痛 为着这事 尹萍无数次骂我娇气 我轻声哄贝贝 来回摇晃 可就是哄不好 我老公被吵醒了 他拎着枕头 吵着我和贝贝扔过来 哭哭 哭什么哭 你当妈是怎么当的 哄孩子不会吗 这么长时间哄不好 你还能干点什么 前两世 尹萍也是这么暴躁 稍微吵到她 她就大骂我和孩子 但考虑到她的工作性质 怕她白天开车不安全 我一忍再忍 这一事 我不会再便宜她了 我跑到厨房 接了盆冷水 我把冷凉的水 从头到脚浇到尹萍身上 既然我睡不了觉 你也别想睡 大冬天 尹萍被浇了个透心凉 彻底清醒了 徐晓婷 你疯了吧 我冷笑 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 你当爸的 不知道哄孩子吗 我女儿是从小没爸吗 从今天开始 孩子跟你睡 孩子哭了你哄 我也不喂母乳了 反正我也没多少奶 孩子饿了 你喂奶粉 她不吃 就让她哭 尹萍装作没听见我说的 翻个身 翻到了没被泼湿的床上 背对着我 继续睡 我又去厨房接了盆冷水 再次浇到她身上 尹萍 你给我听清楚了 以后 我睡不了觉 你也别想睡 尹萍从床上跳起来 拿手指着我 她刚想开口 我一脚 把她劈回床上 我道 你要是以后 还继续不管孩子 我立马带着贝贝走 说完 我就把孩子扔给她 自己抱了床新被子 去了另一个房间 从那以后 尹萍比以前老实多了 果然 人该发疯的时候 就该发疯 我之前就是脾气太好了 让女儿和老公 都起在我的头上 我也言出必行 把贝贝彻底丢给了我老公 我搬去了另一个房间 贝贝哭了 我老公就抱着孩子起来喂奶 抱着她满屋子走 最开始 孩子嗷嗷大哭 我老公就在一旁淡定睡觉 他以为 只要他不起来 我肯定会管 孩子哭了几次后 他发现我真的不管 于是他撑着起来 充好奶粉 把孩子喂了再哄睡 尹萍很聪明 他最开始充奶粉 故意拿凉水 兑了奶粉给孩子喝 他是故意的 他在赌 赌我看见了会心疼 可我丝毫没有 孩子腹泻了 我去他单位找领导给他请假 让他去医院陪孩子去医院 我则去工厂继续上班 孩子住院 花了他小半个月工资 他直呼肉疼 孩子身体难受 天天哭 他被折磨得神经衰弱 从这时候起 他就知道 带孩子不是开玩笑的 他最开始什么也不会 见我彻底不管 他慢慢地学会了充奶粉 换尿布 对被哭 他就学着我的样子 抱着他满屋走 他刚带了一个月孩子 直呼腰痛 前世我有的月子病 现在我老公也有了 前世 他说我月子期间非要吃辣 所以才腰痛 都是我自己原因 这一世 他带孩子 我眠眠养着 腰不酸 腿不疼 恢复得非常好 哪有月子病啊 都是带孩子带的 每次他抱怨腰痛 我都用他前世的口吻说 你个大男人 怎么干这点活就腰痛 坚持了几个月 他实在受不了了 贝贝 我白天还得开车 我这段时间已经很辛苦了 实在没精力一直看孩子 我冷笑道 辛苦吗 之前我带孩子的时候 你不是觉得挺容易的吗 他苦笑道 我现在意识到 是我之前对不起你 但我真的要工作 实在不行 我道 你工作我就不工作吗 我不上班吗 你辛苦不辛苦吗 你觉得你挣的钱 能让我和贝贝过上好日子吗 尹萍撇撇嘴不说话了 虽然这么说 但我心里也清楚 开车休息不好 确实有危险 但没关系 我现在生意做得十分顺利 等钱攒够了 我就让尹萍全职带娃 有了上一世的经验 我的店铺生意很好 我又盘下来了另一家店铺 雇人帮我卖货 很快就有了人生的第一个亿万元 这在当时可是比据款 我跟我老公商量着 我在外工作 让他全职带娃 我老公开始不愿意 后来发现 我在外面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也就松口了 女人果然得有钱 家里的分工变了 我在外面搞失业 我老公在家洗衣做饭看孩子 上一世 我又管贝贝又做生意 拖垮了身体 这一世没了负累 不仅生意上顺顺利利 我的身体和气色上 也比钱是好了许多 我婆婆知道这件事之后 从农村跑来指责我 你是女人 怎么一点家务不做 还要男人带孩子 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我笑了 她是男人又不是废人 为什么不能做家务 为什么不能看孩子 你儿子要学历没学历 要能力没能力 她要是挣的钱 够我们娘俩花 至于我出去做生意挣钱吗 你要是不喜欢 就让你儿子跟我离婚吧 看你还能不能找到我 这么能挣钱的儿媳妇 我婆婆只得撇了撇嘴 把话生生忍了下去 这个老太太只认钱 她可不想失去 我这么个能挣钱的儿媳 只能自己忍下 我婆婆心疼她儿子 从农村过来帮着待 我婆婆住在我这 无数次只会我做饭洗碗 我就当耳旁风 后来她一开口说话 我就叫尹婷去干 几次之后 我婆婆就闭嘴了 我婆婆在我家待了不到半年 由于贝贝实在太难待了 她也跑了 后来我婆婆也想通了 走之前还对我老公说 小婷挣钱也不容易 你能照顾孩子 就多照顾一些吧 我挣钱越来越多 开了好几家分店 还把店开到了其他城市 我老公在家待的 也越来越踏实 由于现在经济已胀我 她脾气都变好了 再也没对我大呼小叫过 她以前从来不干家务 现在拖地洗碗做饭 样样都行 时间长了 我老公说话 天天都围着孩子转 贝贝怎么不睡觉啊 贝贝怎么回事 怎么我给她折的米粥不吃啊 贝贝怎么又吐了 前世 她从来没关注过这些问题 在她那里 孩子仿佛是不用抚养 自动长大了 这一世 她终于成了孩子成长的参与者 她也获得了宝贵的东西 一成就感 贝贝会爬了 贝贝会走了 贝贝会说话了 她总在念叨着 由于影评的分担 我也有了自我 我开始化妆 控制身材 开始打扮自己 以前贝贝总说我长得丑 她不知道 我年轻时很漂亮 只是有了她之后 太累了 身材也变形 也顾不上打扮 这一时 我开始追求我自己的生活 贝贝逐渐长大了 也开始爱撒谎了 但有个巨大的变化 贝贝编排的对象 不再是我 而变成了她爸 贝贝挤出一滴眼泪 委屈巴巴地说 爸爸打我 还不给我饭吃 我要去告诉妈妈 自从我老公亲手带的孩子 她就知道了 冰淇淋不能多吃 会闹肚子 糖不能多吃 会蛀牙 零食不能多给 否则应想吃正餐 上一世 我被贝贝污蔑的时候 我老公和我婆婆 真的会相信她说是真的 女儿稍微一向她们告状 她们就会来指责我 说我太凶了 贝贝会因此得到自己想要的 于是她撒谎越来越得心应手 而现在 我看着撒谎的贝贝道 爸爸怎么可能打贝贝呢 贝贝是不是不乖 有好好吃饭吗 贝贝气鼓鼓地走了 解决撒谎问题 不是要依靠打骂 而是让她知道 她无法靠撒谎得到任何好处 贝贝又缠着我们学琴 我和老公带着她去琴行选琴 买琴的时候 我和老公就对贝贝约法三章 只要买了琴 必须坚持练下去 贝贝答应了 结果学了几次课 贝贝又哭着不想去了 我和尹萍每次都哄着她 给她买零食 带她去游乐场 就为了鼓励她上课 就这样 贝贝也慢慢适应了钢琴课 贝贝在托儿所抢小朋友玩具 被老师批评 她一本正经地编排着 有老师摸她 我问道 贝贝你告诉我 老师是怎么做的 老师掀我的裙子还摸我 是哪个老师摸你的 是小语老师吗 是文文老师吗 贝贝摇着头 老师为什么要摸你 湿了 什么湿了 衣服 问了半天 我才明白 贝贝跟宁宁抢喷水枪 把身上喷湿了 小语老师给她擦身体 她这才说老师摸了她 我也慢慢发现 贝贝确实是分不清幻想和想象 作为大人 越是对贝贝说谎的是敏感 贝贝在说谎的时候 就会越兴奋 我发现我成为了更好的妈妈 我尝试理解孩子 而不是武断地 以成年人的视角 判断孩子的是非 我不再自苦地 去想我为贝贝付出了多少 而是更能从这段母女关系中 体会她带给我的幸福 爸爸 我睡不着 有怪兽 我害怕 前两世 遇到这种情况 我总是把贝贝揽在怀里 陪着她睡 这一事 终于要轮到我老公来负责了 是不是做梦了 来贝贝 爸爸来帮你把怪兽打跑 好不好 好呀好呀 贝贝兴奋地说 你告诉爸爸 这个大怪兽长得什么样子啊 贝贝沉默着不说话 要勇敢一点 爸爸不知道怪兽什么样子 怎么帮你把怪兽打跑呢 贝贝似乎鼓起了勇气 他长着人的样子 大大的脸 有胡忍 还戴着眼镜 听到这话 我和我老公都沉默了 摇摇头道 没有 那贝贝为什么会害怕这个怪兽呢 贝贝的声音突然变得小小的 他摸我 我和我老公都震惊了 我们恐慌地对视了一眼 贝贝之前每次说有怪兽 我都以为只是小孩子的想象 从来没仔细问他 怪兽到底长成什么样 我知道我只要问他一句 怪兽长得什么样子 他就会描述个没完 更难以洪睡了 我太累了 累到没有精力去追问 所以每一世 我都没有纠结这个怪兽的样子 我问到 那贝贝可不可以告诉我 他是怎么摸你的 女儿举起了自己的小手 贴到了自己脸上 我突然想起了这个动作 上一世 我问他 妈妈是怎么打你的 他也是举起了小手 贴到了自己脸上 我一直觉得贝贝喜欢撒谎 但是如果没有见过这些事 他怎么撒得出来这种谎呢 或许他不是撒谎 只是他混乱的记忆 让他记错了事 比如我把他的饭倒掉了 他觉得恐慌 但我没打他脸 没碰他 可有另外一个人也令他恐慌 但那个人摸了他的脸 打了他 他把几件事混乱的拼接在了一起 我想起他之前咬定 又托儿所有人摸他 妈妈问你 怪兽你在幼儿园能看见吗 贝贝突然大哭 没有怪兽 我骗你们的 根本没有怪兽 换做以前 我肯定愤怒的觉得贝贝在撒谎 这一时 我选择相信他 好不容易把贝贝红睡了 我跟我老公总觉得不安 合计了一夜 第二天我们去了托儿所 这个年代监控还不普及 托儿所没有监控 我们只能一个一个的问 问了一天 都说不知道没有这个人 这个人到底是谁 难道是在路上跟踪女儿的 老公每天都会接送女儿上下学 如果有人跟踪 肯定能第一时间发现 这个猜想不成立 幼儿园老师都是女的 会不会是保安 我越想越觉得可怕 我正要从托儿所离开的时候 老师拿出了一摞照片 跟我说 这是前几天六一二童节的时候拍的照片 已经冲洗好了 拿给家长做纪念 照片里 孩子们唱歌 跳舞 玩游戏 一个个脸上洋溢着天真无邪的笑容 贝贝也是 他穿着漂亮的演出服 脸上化着妆 脑门上还有一个小红点 可看着看着 我总觉得不对 他的目光总是向某一个方向瞟着 显着恐惧又不安 终于在其中一张照片里 我找到了一双手 那是一双中年男人的手 那张照片里 七八个孩子围成一圈玩着游戏 贝贝在镜头最左侧 他正高高举着手 沉浸地玩游戏 可在他的裙摆下方 却有一个男性的手 那双手放在了明板位置 那个男人在镜头左侧 没有出现在画面里 只有一双手露了出来 这是极其隐秘 和极其容易被忽略的 试想 那些孩子在欢乐地玩游戏 谁会注意到 有个人在拖拖摸摸干这种事 我问老师 这个在现场的人到底是谁 老师说 那天学校有文艺会演 有不少学生家长陪着孩子 他们也没留意到有可疑的人 六一那天 我母亲病了 我和我老公那天 在医院忙上忙下 都没去陪贝贝 一想到这里 我的心就开始作痛 回到家后 我指着照片问 贝贝 你说有人摸你 是这个人吗 我把照片给贝贝看了 他点点头 看着贝贝小小的身影 我的泪瞬间就流了出来 前两世 我都认为他撒谎 还打他骂地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 他所有的谎言 都在表达着一个意思 求救 他太小了 他无法准确地表达事情的发生 他混乱地拼出他的记忆 想要表达给我 可我却因为他 没能完整地还原出事实 而判断他在饥谎 我紧紧把贝贝搂进怀里 告诉他 不要怕 妈妈会帮你解决 这个人再也不会伤害你了 女儿在我怀里 乖巧地点看头 前两世 女儿也一定希望我能这么做 可我从来没有回应过他 第二天 我和我老公表警察去报了警 警察答应我们会调查这个事情 但警察也说 这种类型的犯罪 取证十分困难 能不能找到嫌疑人 能不能给嫌疑人定罪 都很难说 我把照片交给了警察 给警察指出了这双手 看着照片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 这个人的手 手指修长 骨节分明 却十分白皙 却有力度 一看就是经过精心保养 和训练的手 手腕处 还有一块小伤疤 这双手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我想起昨天的老师 六一那天都有谁在场 老师说 那可多了 有学生家长 还有我们请了摄影师 还有几个带小朋友 弹琴唱歌的老师 人挺多的 我突然想起 这双手是谁的了 我无数次的见过这双手 无数次惊叹 这双手创造的旋律 这双手 是贝贝的钢琴老师的 贝贝的钢琴老师姓赵 他既在外面教学生 又会每周来托儿所 给孩子上一节音乐课 教教孩子弹琴和唱歌 六一这种场合 他多半也在 附近没几个 能教钢琴的老师 他又是托儿所的老师 所以这两世 我一直让贝贝 在他那里学琴开盟 这个老师课班出身 培养过不少专业学生 我还疑惑过 他为什么会来托儿所教课 为什么愿意 带没启蒙过的孩子 这个老师 有着轻微的胡茶 戴着眼镜 贝贝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 梦里的怪兽 就是钢琴老师 贝贝就是在学了钢琴之后 开始害怕怪兽 频繁做噩梦的 他一定很害怕 他混乱的指导说是 托儿所老师摸他 他想提醒我 可我始终没有理解 所有事情都被串联起来 贝贝为什么这么抗拒 去上钢琴课 他不排斥练琴 他那么喜欢弹琴 又那么有天赋 为什么不喜欢钢琴课 第一是 如果我能早点发现 他本来可以把钢琴坚持下来的 贝贝说的没错 都怪我 第二是 我突然想起 此时此刻 赵老师就在我家 他早上给我打电话 说贝贝很有天赋 要给贝贝来家里补一节课 我把情况跟警察说了 警察立刻出警 到家之后 我发现家里的钢琴被砸了 屋子里面一片狼藉 女儿蹲在客厅的角落窟 头发乱蓬蓬的 我浑身的血液都停止了流动 前两次 家里的钢琴被砸 女儿说不是她做的 我还以为她是撒谎 我立马带着女儿去了医院 万幸 经过医生检查 我们赶来得及时 女儿没事 警察搜遍了全屋 在卧室的衣柜里 找到了躲起来的赵老师 在警局里 交代了犯罪事实 赵老师名叫赵强 之前在高校做老师的时候 就被学生举报猥亵 失去了工作 后来 他被放出来后 又换了个小城市教书 托儿所缺音乐老师 正好给了他钻空子的机会 在托儿所的时候 赵强就看上我女儿 但人多 不好下手 他就鼓动我女儿学钢琴 这样就有了私下里相处的机会 我女儿跟他学钢琴后 他彻底卸下来伪装 对我女儿动手动脚 他恐吓我女儿 如果把这件事说出去 他就会杀了我们全家 昨天 赵强听说了 我们去托儿所调查的事 他担心事情败露 所以想要离开 但在离开前 他还想再对我女儿做点什么 于是 他给我打电话 想再来给贝贝上一节课 我急着去报案 正巧家里没人看顾贝贝 就同意了 前两世 赵强也经常来家里上课 我习惯了 所以根本没多想 他在我心里 一直是一个细致温柔的老师 我根本没想到 他会做出这种事 前世 钢琴被砸的时候 女儿已经上小学了 那天 也是赵老师来家里上课 我们的调查 刺激了赵强 才让砸钢琴的事提前发生 赵强今天来 想对我女儿做点什么 但我女儿罕见的没有配合 见威胁哄骗都没有效果 圣怒之下 赵强用椅子砸坏了钢琴 想借此吓唬我女儿 我女儿为了躲她满屋子乱跑 她追逐我女儿的过程中 又把屋子里弄得一片狼藉 正巧这个时候 她听见了警车鸣笛的声音 直觉告诉她 是来抓她的 可是 逃 已经来不及了 脚步声靠近了房间 她只得先躲进衣柜里 最终 她被警察抓捕归案 她交代了 那天我女儿和宁宁玩瓷水枪 弄湿衣服的那天 她正好在托儿所上音乐课 小语老师把我女儿带到房间擦身体 她趁老师不在的间隙 偷偷进房间 摸了我女儿的身体 后来 她赶在老师回来之前逃走了 根本没有人发现她 知道这些事后 我心如刀割 我女儿没有撒谎 她只是恐惧 女儿悄悄对我说 因为害怕 她之前从来没有反抗过赵强 而那天 我对我女儿说 我不会让人再伤害她 就是这句话 让女儿有了勇气 她相信我 她相信骚扰她的人 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于是那天 女儿反抗了 也正是她的反抗 争取到了警察赶到的时间 后来 赵强得到了法律的制裁 为了怕贝贝的心理受到影响 我买了好多书 开始自学了心理学 给贝贝做心理疏导 通过这些书 我也了解 经历过这类事件的孩子 长大以后 很容易出现精神问题 他们会变得叛逆 暴躁 丧失对生活的信心 甚至变成问题少年 交一些非常坏的朋友 他们带着创伤长大 这些创伤 会成为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 带领他们走向黑暗 我明白了 为什么贝贝长大后 会张口闭口 就是不想活了 她不是坏 她是生病了 我也懂了 为什么贝贝会这么恨我 为什么她一直说我不爱她 我如果真的爱她 怎么会体察不到她的情绪 怎么会不信任她 怎么会在她 最需要我的时候默示她 说白了 我的爱只感动了自己 我确实是个失职的母亲 我自以为是的教育着女儿 却没注意她需要的不是教育 而是理解和帮助 后来 我带着全家搬去北京生活 我想让她远离过去的黑暗 我生意做得顺利 把分店开到了北京 我给她在北京找了位 专业的钢琴老师 为了怕勾起她的心理阴影 我特意找了位女老师 从此 女儿也在没有排斥过上钢琴课 我趁着北京房价没涨 买了五套房子 即便女儿将来一事无成 也可以让她一事无忧 幸运的是 这一世 没有粉毛 绿毛 女儿顺利长大了 女儿在钢琴上 展现了极强的天赋 小小年纪拿奖拿到手软 她顺利进入腹中 考上大学 后来她完成学业 从来没催过我结婚 你难道不想抱孙子 我笑着道 比起你不恋爱 我更怕你带个精神小伙回来 贝贝嫌弃地看着我 怎么可能 我是这么没品位的人 我道 那可说不准 虽然过了那么久 前两世的场景 依然历历在目 我看着贝贝认真的说 结不结婚都不重要 答应我 永远不要为了男人委屈自己 自己的快乐 自己的生活 才是最重要的 贝贝道 好 我答应你啊 宁缺无烂 我懂的 这一世 她已经不需要从渣男那里 找寻爱和存在感 她的精神世界足够富足 足够她去创造 和实现自己的价值 而我 由于影评的分担 我没有累垮身体 没有年纪轻轻 变成黄脸婆 我的服装店经营得越来越好 我完成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 拥有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我老公这些年 陪着贝贝练琴 陪着他出国上学 陪着他各地表演 在陪伴贝贝的过程 也体会到做父亲的快乐 他每天像我炫耀着 他把女儿养得多好 这一世 我们都过得很好